半血的看待员没有飞轮 要怎么救人 这把椅子是个比较好救的椅子 先绕一下找到机会 往左边是担心的走一步 踏不过来 赛博再往左边多靠一步 上个词点 假装西靠近建筑 但是直接踩 摸下椅子 骗出摇灵 长摸下椅子 松手 骗出刀 打到结束 滑磁 无命病患六红蝶 是不是所有病患玩家最头顿的事情 刚下车红蝶已经过来了 没办法 交过上滑梯 飞上去之后直接蹲下 看红蝶会不会找不到我 好像他并不是玩帮帮的 听声音的话 滑地下面被丢了个蝴蝶千万不能滑下去 钩子CD好了 可以飞上二战 但是飞上去之后车的CD还没好 所以这个波我准备利用蹲起 骗飞 红蝶的飞焦了 上来的话还是要点时间 后退一步 瞄准处 出钩 回二战 上车之后其实CD好了 但是我肯定不是告诉你们 当时我贪吃今天被打震慑了 这下好了 真变成一个纯白板了 只能跟红蝶博弈了 大家还记得上次我说的吗 在视野开口的板区 这样回头小阻尾虚晃他就会抽刀 这个飞飞过来 但是拐小刀没有打到 进板子假装走 不走刀 牛仔在边上压迫 红蝶不敢轻易交飞 如果直接交飞的话人就会被勾走 我们总的尽量走空地 这样红蝶飞过来 牛仔可以第一次人做出反应 身份接近 但牛仔这一勾居然沟空了 丢了个蝴蝶封走位 回到小刀位躲一刀 牛仔过来扛刀 接着往前面走 他飞人帮我顶了一刀 进板 骗蝴蝶飞 躲完抽刀 下板 红蝶板后掉了个蝴蝶 这蝴蝶就我身上了 回头断飞 虚雷刀过板 砸头 这里出现了个转点失误 想往牛仔里面靠一下 其实应该转回板了 身上有个蝴蝶就可以倒车 原本想着绕一圈回去找他的 但是红蝶等我这个蝴蝶不能回头之后 直接飞板间这个蝴蝶 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 不过心里来的很及时 帮我扛了一刀 问题不大 这个板子它居然不踩 那我们也不着急翻 在这稍微等一下 板后掉了把夹散 产线还没好 如果闪好的话就不能乱翻了 乱翻容易吃震撤 进前面板区之后 我是不想往右边走的 因为想躲个摇铃 这个素子它也没有摇铃的想法 摇了个无效摇铃 摇铃的话一定要压迫生位 它被压迫生位的话就是没有用的 接下来是短板博弈 这种板子都不是T型板 直接下的话 红尉被打换血刀和抽刀 摇铃 摇点焦准 枣头 能玩的板子只有一块了 它好像也立即能夹散无处的 只有一块板子我们也要换博弈方式了 板子肯定不能下 先博弈 假装回头杂头 拼收刀 躲了个摇铃 继续回板子跟它保持身距 拖完刀之后再次回头效果委屈 往再拼一刀 已经抽了五六刀了 这圈直接过了吧 杂头 偷偷告诉你们秘密啊 就是传伞过来之后 速传操作变体 闪现也空了 这局是个白板游命的砍阿爵 当时我的想法是直接突然一刀斩走大门 想法就挺美好了 但是我要保证自己在外面不吃刀 因为噩梦手里还有传送呢 踩板给机会直接往大门开始拉点 门刚点上距离也不是很够 要怎么办 其实有一种解法 就是小女孩帮我扛到之后 插直接上身 这样打可以增加容错 不至于出现门口扛不到刀的情况 上身键没有点到 不就接一下 传送守门 但看来源吃刀成功把门点完 时间也脱够了 划此法我们推远 只要保证他自己能走 我们就也能走 大家是不是觉得每次在打猫女的时候 带一个飞轮真的没有什么用 因为躲不了血运 但其实有个技巧 就是猫女的猫在咬到你的瞬间的时候 用飞轮冲向猫女 就会解消那只猫 经典铁板则不翻 骗出刀往前面走 几键驱出下一只猴 这样身位就可以翻版了 身上随气很多 鱼女这个丢杀可以包住一整个摆石 但是我还有费轮 最后的技巧我也不要乱跑 往技巧广告一站 我的自信 就是最大的压迫感 这就是这样身边的材料 所以我们做得开 i know when I'm on my mind